50元 50嗎 我算給你嗎 1 2 3 外送員上面送餐 客人卻是拿出硬幣 一個一個慢慢數 這種付款方式 百元以內還好處理 要是金額太大 可就頭痛 有外送員上網PO文 659元的餐點 客人只給一張百元鈔 剩下全是硬幣 來回數了三次 金額都不對 花了超過20分鐘 其實一開始 客人臨錢丟了 就想取餐 但外送員一句 要先確認金額 對方只好摸摸鼻子 慢慢數 不太好吧 但是如果是要親家裡的零錢的話 好像也是個好方法 有人可能覺得他是故意的 有人可能覺得他是剛好手上就是 沒有鈔票 一定要時間 基本上都零錢拿多一大包 因為時間上的問題 因為有時候我們碰到跌單 可能還有下一個客人 手起來不算錢 外送員甘苦談 拿到在座硬幣也得認 有人自備大尺寸夾鏈帶 零錢全往裡頭塞 還有外送員用拉鏈帶 將零錢鈔票分門別類 擺鈔的放這邊 然後我10塊5塊放一起 但到底拿到一堆零錢 人工清點要多久時間 229個億元硬幣 10個1疊 數出22疊 再加9個億元 實測要花4分33秒 他是拿那個錢盤 那不是一個一個的嗎 這樣看就好了 東西太多 對不好用 除了外送員之外 也有小吃店 曾收過大筆零錢 但其實他們都不會拒絕客人 用零錢付款 只怕遇上惡意民眾 沒有事先算好數量 幾百元的款項 全都用億元硬幣付款 這種情況任誰都會火大 這是兩千號 我們就來台報道